8月1日有不少米子收到了天猫精灵的短信 恭喜这些米子可以在8月5日参加天猫精灵高端品牌寄新品发布会 线下见到周深记得多发路透 央视六公主旗下电影频道如媒体中心官威 也在1日官宣了第3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 将于8月4日在成都举办 这次周深恐怕又要好几首歌曲连唱 另外央视文艺官威在1日以周深周深为BGM 发了央视七夕晚会与中国军号联合共创的致敬视频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视频 周深前面在青岛录制了央视七夕晚会 不知道唱的什么歌静淡舞台 火星下一场 火星人的迷你 火星之吊 自己拍摄 它很重备 然后就想要做 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忍忍 他不就能听到我 你不是说那个画面 直接是个宝石 好客气 我可以干嘛 我都伤了 2024的周深 这下是真的杀风浪 当十周年巡演的风 刮到了神圣的家乡贵阳 一场绝美无比的试听盛宴 是肯定跑不了的 但意料之中 情理之外 最出彩的一幕 竟是全场一块蹦起的苗梯 一首民歌结合了 童声 鸟语 喊麦 开嗓瞬间硬孔全场 周深这民歌赛道 也使瞬间打通了人多二脉 这个视频就带你一口气 看完周深无语伦比的民歌现场 真的不知道 还有什么流派 是周深所不能及的了 首先就是我在贵州等你 回到声扬深深的家乡 唱的是满满的乡愁 也是纯纯的热情 一首民族歌曲 秒变大型军训现场 一首《谷雨天》唱出人们在谷雨时节向往丰收的心情 种下一个美好愿望 等待开花结果 周深唱贵州不一族民歌《好花红》 加出了流行的音乐元素 流水般的旋律把这首老歌又重新带到人们面前 所以每次梅次梨花 有贵州百里杜鹃也好 节目后台周深急性轻唱的一段 也是让人上头 文史学教授大赞周深唱火 南七浩子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就算是维吾尔族的民歌 周深也是手到擒来 虽然听不懂 但就是好听 我们不得不感叹周深对中国民歌的热爱与专注 他用自己的音乐才华为我们展现了 中国民歌的魅力与多样性 他的参与不仅让我们更加了解了贵州地区的民歌文化 而且也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音乐体验 对于周深来说 不断挑战自我 是他音乐道路上的坚持 他用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曲风 不断探索和演绎着各种音乐形式 正是因为这样的坚持 他才能够给我们带来 那么多令人惊喜的表演 要描描一声 花里寻听 梦中追梦 梦中 梦中奉 牵中浅 sacrifice 救阳 еб 发bok told 却燃尽他 山海回光 狂野流浪 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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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